嗨大家 今天是第二天在泰國 我現在要去一個集合點 就是我在網路上買了一個水上市集的行程 它會帶我們跑好幾個點 所以呢我們要去就是在市中心的 麥當勞附近集合 我現在到齊隆站啦 現在要去找早餐吃 我想要去吃他們的麥當勞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 他們好像有賣很多 就只有在泰國這邊才賣的東西 所以想要去吃看看 他們這裡有自助點餐的機器 雖然是我剛剛沒有用這個電源 是直接跟電源點的 或許有這台機器好方便喔 台灣好像現在只有一些電友 希望未來可以就是全部都普及 有這一種點餐集 他們的套餐沒有賣稀飯 我覺得超酷的 上面有一點像是香菜跟雞肉食 聞起來很香 有泰國的味道 來喝喝看泰國的黑咖啡會不會比較好喝 因為在台灣的黑咖啡其實我不太喜歡 就是麥當勞的我覺得沒有很好喝 我覺得泰國的那個美式好像喝起來比較好喝耶 他的那個咖啡比較濃一點點 台灣的有點酸我不喜歡 欸這個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我後面是來泰國一定要見人麥當勞叔叔 9點了我們在麥當勞外面集合 人超級多的耶 有超多台灣人覺得有種他鄉遇很多同鄉人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搭車去 鐵道市集 但也需要一個小小小的朋友 嗨大家我現在在鐵道市集 在火車來的那個剎那 他們可以用非常快速的速度 就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收好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 就是半谷特有的奇境 所以等一下11點的時候要等 就是這裡會有火車過來 那我們就會去看說他的那個 他們當地人就在這邊擺攤的樣子 我現在在他們的那個鐵道旁邊 因為導遊說他們收的時間大概只會有4秒 所以我必須要提早standby 希望等下可以拍到他們收這個攤位的畫面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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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台 5台 1005 8台 8台 必须要站在线下的线下 站在线下的线下 距离火车 史上离火車最近的距离 就在我的手边 鐵道的車尾 因為大家都在另外一邊拍照 所以我很聰明地來到了另外一邊 但它就是火車頭跟台灣的其實也是長得一樣的 這個車子可以上來 來,上面瀏覽一下 車要開了 我們下一站要去水上市集 等等要從這邊搭車出發過去 不曉得要多久 但是聽說就是在水上市集那邊物價很高 所以那個港島有跟我們說在這邊 如果要吃什麼要買什麼就在這邊買好就好 現在要去搭車要去水上市場 今天太陽超大的有點熱 泰國最古老的水上市場 也是天蘭的水上市場 以前我們泰國人都住在河邊 我們泰國人有相信如果看到其一招財運 看到了回去買一些材料 好 一定要準備去水上市場 我們要準備去水上市場 那我們要準備去水上市場 Sl sheer unnecessary 穿茄車 我們要進到市場裡面了 我的頭髮已經吹到一個很妙的形狀 現在要吃午餐 今天的午餐是吃米粉湯 就是今天的午餐米粉湯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我現在到安帕瓦水上市集 又是另外一個水上市集 這次就不是坐船 是直接走路進去裡面逛 剛剛買了奶綠 超好喝的欸 而且那個老闆看起來很有氣質 現在在一個橋上 這裡好漂亮 雖然太陽超級無敵大 就是他們旁邊會有一些小攤販在擺攤 這跟剛剛比起來這裡是比較像是在地人會來的地方 剛剛那一個就是觀光客超級無敵多 我賣了小小的冰淇淋 這麵粉這樣起來20塊 要吃一下 這應該是巧克力 這麵粉怎麼會這樣 巧克力 就是巧克力 沒有其他不一樣 嗨大家 我現在來到今天最後一個景點是碼頭夜市 因為它是一個在碼頭院的夜市 這邊呢就是海 這邊呢就是夜市 他們的夜市每一個地方都是用倉庫做起來的 所以總共有四個大倉庫 分別是衣服啊 吃的啊 還有其他東西 所以等一下我的晚餐就會在這邊解決 現在趁還有陽光的時候 先來就是碼頭邊這邊拍照 因為萬一等一下黑了之後 應該就那個光會非常的暗 然後後面這邊還有個摩天輪 摩天輪在哪 這一個 你看有個很大的摩天輪 等一下去那邊看看 這裡感覺是一個很適合情侶來這邊 就是你知道散步啊幹嘛之類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而且又有很多都是可以吃 我剛剛還看到Coco 就是台灣那個Coco 就覺得哇 好親切喔 好我要去吃晚餐了 我現在要買一個看起來很香的冰淇淋 好像是辣子 你知道嗎 他把歐老師看我拿走了 對 你好 他的背景是挺愛的 而且可以騎的 喔 好 哈哈 哇 你要你趴啊 好 喔 這就是原味的冰淇淋 外面加了一層巧克力的手 外面這個 真的有一點點辣欸 可是味道不會很重 吃起來有點像是炸雞的皮 然後外面有一點點 天在外面 還蠻特別的 吃台灣要引進啊 嗨大家我吃完晚餐了 等等就要準備離開碼頭夜市 我覺得大家如果你們之後要來泰國 要來這邊的話 可以排至少三四個小時 或兩三個小時 因為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逛 你看後面這邊都是小店 他們這邊的小店有超級無零豹多 跟卡圖下有的比 而且他賣的東西其實很多都很有設計感 像是我後面這家店 他裡面賣的鞋子 我就覺得很好看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來玩的話 我覺得這裡我還蠻推薦的 他們還有 還有泰國的舊版城市杯 還有這個是國家杯 這個是城市杯 這很可愛 買芒果汁來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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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冰沙 嗨大家我回到市區了 現在在Big C附近 我要來逛超市 Big C會開到晚上兩點 他是觀光客來必去的超市 就是會去買超級多的伴手裡 這邊是 有超級無敵多的 那個購物中心 後面這一整片全部都是 我手上是我剛剛去買的 辛巴克馬克菲 還有我幫我媽買的曼谷包 等一下呢我就要去公站這邊 不知道會買什麼 希望 應該不會買太多吧 我猜 我現在在Big C裡面 我真的覺得我逛的非常的冷靜 但是其他人都超瘋狂的 都是整車整車的少欸 可是這裡其實賣很多東西 都是我們在台灣已經超級無敵常看到 就是朋友去泰國都會買 或者是就是 現在很多已經引進台灣了 所以我剛剛其實 逛的非常的冷靜 我唯一 就是有看到一個 就是我覺得蠻可愛的小口紅 在這邊 一個99元 超便宜的 而且他沒有那個試色 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是好 但我是看他的票卡 感覺還蠻漂亮的 我就買了 我現在購物車只有這些東西 只有這個是剛剛挑的 爽身粉是幫朋友買的 其他這都是我剛剛 在外面買的 你看我真的超級無敵冷靜的 我逛完BICC要回去了 我坐嘟嘟車 超酷的 現在穿梭在車車當中 我回飯店啦 剛剛的嘟嘟車 是 就我們從BICC出來 那個司機他直接在外面 就是說你要不要坐車 你要不要坐車 我們就拿地址跟他說 就是我們住的Hotel這樣子 到這邊用多少 他原本說三百元 但其實就是從這邊到BICC 坐車大概只要五分鐘 我們原本內心的期待 是覺得說大概一百多左右 我們可以接受 然後後來他就說兩百八 結果我們就說一百五 他就說一百七 結果後來我就說OK一百七 我就覺得說 讓他們多賺一點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那個議價的過程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大家如果來泰國的時候 坐嘟嘟車或者是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試著跟門殺假看看 那個導遊他還有說 如果你這輩子都還沒有殺過假的話 來泰國記得要體驗一下 反正都覺得很幽默 大家就是下次來玩的時候 就可以試試看 好啦今天好累喔 明天呢我的行程是會去 逛大皇宮 就是去參觀一些 就是寺廟皇宮之類的 也是來泰國必去的地方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今天天氣很好看會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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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曼谷很有名的一家星巴克 他那邊超漂亮的 他那邊超漂亮的